好,我们继续探灭这个老黄历 今天暂时应该是最后一节了 剩下的破,以医治病,必主安康 这个破日啊,它是数字的第七 我们知道逢七走变 在这个里面同样适应 在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去这样想 那破呢,之前那个值 就是因为到了十二的中间了 它已经到成的极限了,已经开始转阴了 那此时就要破了 凡是你只能延长它的时间 不能改变它的这个自然规律,都是如此 那所以说呢,就出现一些问题 那就要治病了 辟主安康,因为古人对这些事很重要 这就是很简单的自然的生活 现在的追求太多了 就把我们最根本的那些七才子路寿啊 福禄寿几才 不过人生就是这些而已嘛 你说不一样 就是这几个字嘛 差不了太多 微可不渝 不利行传 微日呢 一阴一阳 六 七是阳 八就是阴 那这两个之间联系 都要很紧密 啊 就是这样 一阳顿挫的 那这个时候 那还是可以有利于 再收获一些 但是不利于 大涨气候了 大四 清传说 立设大川 就不要这样 因为他已经走下坡路了 然后城呢 补玉又有所城 都是连着的 城可入学 争送不巧 那这个时候 已经 可以说到了秋天 那结果实的时候 那结果实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已经 可以 就是 收获完之后 就 我们讲这个 血而有了 事而有了 血 该 已经沉浸下来了 然后 争送 就 没有必要去 在这个事情上 太 因为 这个时候 人 成功了 看到 说过了 大家都会争嘛 都会争执嘛 争执送嘛 所以你要避免这些 你去争 也争不出个理来 即使是你很有理 因为一道送 这个上面 都知道你 除非立见大人 要不然 你送了半天 都是没用的 两百句少 很不得已的 一条路 那个法都是对下坡人用的 我们说的太多了 先收 收一那藏 那结果了 就是收 收过了 绝迹按葬 就是 这个 藏 跟那个葬 也是同一 同意味的 那你这个时候 就好像你要 葬的话 就是 要收入 墓葬了 有此意 所以不要 行这方面的事 然后开可求至 针灸不祥 那这十二个下来啊 就跟这个 子丑一某是一样的 当然这个子 是从子开始 而不是从银 那你这个的话 如果说算到虚这个位置 你也是能对应上一些像的 应该须时走心包紧 煮羊 那心包紧 他又要收 但是说 可以治病 你说七点到九点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稍微 放松一下 调剂一下 然后害时 人定时 睡觉 那针灸不行 针灸就是 打开你这个经络 中药 跟针灸的区别 我们可以追究这个 但是药 它是通过外物来起作 针灸虽然也用外物 但是建筑你这个 产生自体 身体的这个能量 数法 那B 就到最后了 那不再 塑造了 就安稳睡觉 只许安康 就这样